- 嗨 大家好 我是羽羽 今天是全菜日常 - 早安 - 大家一看到身後就知道這是哪裡了吧 - 沒錯 就是眾所期待大家敲碗敲破的台中 - 對 我們終於來了 - 今天呢 就是要直接來分享吃飽台中 - 因為已經喝很多天了 - 已經喝超多天了 - 其實大家都知道台中有非常多在地美食 - 還有一些傳統小吃都非常有名 - 那平常呢 大家應該都跟我們一樣 - 就是如果要找美食的話 - 都是會在GoogleMate - 或是那個IG的hashtag功能上面 - 找一些景點或是美食餐廳等等 - 但是呢 平常用那個hashtag找出來的 - 通常都是一些網美照 - 像我一樣嗎 這樣 - 還很痛 - 還很痛 - 臉頰痛 - 很多人像知道會混淆在其中的人 - 就根本看不到食物的照片 - 不知道食物在哪 - 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 - 對 我們最近就發現了一款就是 - 很實用的美食app - 叫做Menu美食制 - 它其實就是在app的設計上呢 - 把功能 - 就是回歸到美食分享的最根本 - 就上面的人都會很認真地在分享美食的照片 - 然後介面上也非常的簡潔又實用 - 然後像我前陣子就真的用它在家裡附近 - 找到了非常多我們從來沒有吃過的餐廳 - 都很好吃 - 好沒錯 那這次呢 我們也試看看在台中用這個app來搜尋好吃的餐廳吧 - 因為我們平常來台中的第一站通常都會是第二市場 - 那邊實在有太多美食小吃了 - 然後呢 我們就來搜尋一下 - 好啊 - 然後現在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下 - 外面有一個帳號叫鹹菜日常 -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在裡面搜尋到我們的拌麵 - 那我們來找找看第二市場有什麼好吃的嗎 - 好的 來搜尋第二市場 - 然後搜尋出來之後就可以選看你是要用圖片來做搜尋了 - 然後點進去之後就會有這個人分享的資料 - 或者是說你要用商家來搜尋 - 像我們好像前陣子有看到一家的餐廳 - 就是這個肉燥也蠻厲害的 - 然後還有一個我很有興趣的是山河乳酪飯 - 山河乳酪飯我好像聽人家說過 - 因為蠻多人推薦的 - 而且他們台中的滷肉啊 - 就是我們在講的那種焢肉 - 老賽超級愛吃焢肉嘛對不對 - 對 - 然後就可以點進來看 - 欸 看起來很厲害 - 看起來超超超超大快的耶 - 好吃這個肥肉 - 那不囉嗦 - 我們現在就直接出發前往到台中第二市場吧 - Let's go -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二市場了 - 欸 實際者老千現在位於台灣大道場 - 你看到這邊有一個很像台中第二市場的手作的那個招牌 - 喔 所以上面都有一些手繪很美耶 - 好這邊就是那個他們吃的滷肉飯 - 三層肉的招牌 - 對 - 大家有看到是這裡坐上去還有一個螞蟻湯的招牌 - 對 - 而且螞蟻湯其實他們是在當地好像是台中 - 當地才有人在喝的特產 - 因為我們剛剛一來啊 - 因為即使是平日的中午喔 - 因為我們現在才10點多11點而已 - 好那我們等一下排到之後 -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間的味道如何吧 - 好的 - 嘿嘿 - 好的 我們終於排到了 - 我們大概排了半小時有嗎 - 因為就是我們拿到餐點了 - 沒錯 - 那今天我們這樣點下來 - 越有湯有飯有蛋才100塊 - 對 - 而且這個蛋是半熟的感覺 - 等一下加進去烏肉飯會很爽 - 然後我們其實這時候是11月初 - 它還是有螞蟻湯耶 - 因為它通常螞蟻湯的那個季節是只有夏季限定 - 對 但是它這個時候還有覺得 - 欸還不錯 - 我就剛好有機會可以嘗試看看 - 它的那個滷肉飯啊 - 因為是控肉嘛 - 它其實可以選 - 它可以選就是這種三層肉 - 或者是豬腳的那種腿褲肉 - 螞蟻湯真的偏酷耶 - 我覺得你不敢喝 - 不敢 - 因為這種對身體很好的感覺 - 很像在喝認真的青草茶 - 瑋芋就是青草茶的滷味 - 好我們剛剛就是吃了滷肉飯 - 然後我覺得它的那個三層啊 - 其實滷得非常棒 - 它的瘦肉的部分不會太柴 - 因為其實我通常個人不太喜歡吃三層 - 因為每次我媽只要滷三層肉的話 - 都會把三層就是挑掉 - 它的肥肉啊是滷的Q彈的那一種 - 然後咬下去你就會覺得有滿滿的膠質感 - 然後我覺得鹹味也不會太死鹹 - 我覺得很好吃 - 這就是我要的滷肉飯超好吃的 - 它滷肉飯真的很好吃喔 - 我自己吃了之後覺得它的滷汁很讚 - 上面是有附一些小肉燥的 - 嗯~~ - 好吃 - 很好吃 - 已經看到吃掉半碗了 - 其實我覺得螞蟻湯是一個我可以接受的味道 - 但我不能接受的是那個螞蟻 - 或是黃麻葉 - 它還有很多葉子的梗 - 我很討厭吃到一些葉子的鹹味 - 味道上我是可以接受的 - 但是真的不會特別想要吃 - 三盒滷肉飯我非常推薦給大家 - 好了 我們現在吃完了三盒滷肉飯 - 然後呢 - 我剛剛在用那個menu搜尋的時候 - 我們是不是有看到那個 - 之前很常來吃的那個糯米腸跟魚頭膏 - 我的最愛 - 想說剛好有看到 - 那我們就順便再去吃一波吧 - 但是我們真的是每次來第二次當地畢吃的 - 但我們真的從來沒有走進去裡面的 - 所以我們就不知道有餐和滷肉飯這些東西 - 裡面很遼闊 - 對 裡面是不是剛進去的發現 - 原來有這麼大的地方 - 也有洞天 - 我們之前都會吃米腸蘿蔔糕 - 跟一顆蛋 - 而且剛吃了有點飽 - 所以我們就點了米腸跟芋頭糕 - 對 然後它針對面還有老爛 - 依然好吃嗎? - 然後我們剛剛有遇到這個當地的觀眾朋友 - 他就跟我們分享說 - 就是這邊還有一間那個蜜藏壽司嗎? - 蜜藏 藏蜜 - 像壽司是蜜食 - 啊不是 壽司啊 - 蜜藏地瓜 - 蜜藏地瓜 我剛剛說為什麼在講壽司啊 - 然後它是要預訂的 - 對 - 因為我剛剛也有看一下 - 某時候我還沒吃到 - 但是menu app上面有說醬汁很特別 - 當然有經過他看了一下 - 就是他9點半跟7點半都賣完了 - 所以我們就是預訂了下午1點半 - 對 1點半 -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在這邊稍微晃到1點半再去取貨 - 好的 所以這間王姬 - 大家也是可以來吃一下吧 - 因為其實就是很多台中當地的朋友都說 - 其實這邊也沒有特別出色或特別好吃 - 他們就是從小吃到大中口味而已 - 所以我覺得它就是吃一個台中人的記憶 - 這間推推 - 好的 我們現在這一站來到的是 - 位於在台中市堵閒市場的一家 - 非常老字號的... - 針餃店 - 針餃專賣店 - 理事針餃專賣店 - 大當機 - 然後我剛剛也用menu app查了一下 - 滿多人分享的 - 大部分的人都會說針餃好吃 - 皮鮭過厚 - 湯汁鮮甜美味 - 然後也有很多人說像牛肉炒飯啊 - 豬頭皮等等的 - 有一個人特推打爐湯 - 所以我覺得這個app就是 - 我自己也超一樣的 - 至今為止就是蠻實用的 - 好的 我們現在針餃上桌了 - 開吃 - 啊你的汁都噴出來了 - 絕對要放大你剛剛那個花蜜 - 喔我覺得它皮很Q耶 - 針完之前我覺得它賣相沒有很好 - 但是它皮吃起來是非常Q的耶 - 很神秘 - 因為有人說這是台中最好吃的針餃 - 對 所以我覺得感覺不為過 - 如果你們有推薦台中其他家的針餃的話 - 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 嗯真的蠻好吃的 - 其實就是吃到第二顆之後 - 會比較習慣它的味道 - 所以每橫切麵出現了 - 好吃好吃 - 讚讚 - 好啦如果下次大家有來台中 - 在獨行市場附近 - 它其實離剛剛第二市場不遠 - 然後我覺得大家也是可以來嘗試 - 看看這家好吃的針餃好不好 -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台中最新景點 - 中央公園 - 是太陽太大的部份嗎 - 對 - 中央公園 - 哈哈 - 中南部就是熱情如火 - 然後這個中央公園呢 - 聽說有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園兩倍大 - 我覺得非常酷 - 然後它這邊就是結合了非常多的那個 - 新的一些綠色科技 - 或者是環保之類的 - 然後去打造的一個非常大的一個綠色園區 - 嗯 - 一個飄飄河 - 好的我們現在走了一個大老半天 - 天啊我真的發現這個中央公園真的是世界大耶 - 我們剛剛的車子停在一個很遠的地方 - 然後走了大概快20分鐘 -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那種休憩 - 就是真的是假日你可以帶狗帶小孩來這邊溜 - 比較適合住在附近的晚上來這邊慢跑 - 因為它其實這邊有規劃一些清爽步道 - 就是有分不同的顏色的線 - 然後你其實可以在這邊慢跑 - 還有這邊劍走什麼之類的都可以 - 除此之外我覺得這裡的植坯規劃非常不完善 - 都是石子路啊 - 對對對 - 因為我很喜歡大安森林公園 - 就是有步道然後旁邊都是草地 - 如果是以公園為目的的話 - 可能還要再用心栽種一些植物 - 好的 - 這個再麻煩轉嫁給我們台中市的督發局 - 沒關係 台中市的督發局 - 希望台中到時候不會請我 - 好的 - 現在是下午時間3點半 - 沒錯 - 我們剛剛已經在這邊走走路拍拍照了 - 然後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蠻適合去 - 找一間漂亮的咖啡廳坐坐喝個下午茶 - 而且我們每次來台中其實都會 - 找一間自己喜歡的店去坐坐 - 因為台中那邊真的很多漂亮的咖啡廳 - 對 - 我覺得連那種火鍋店餐廳也都超大超厲害的 - 我之前有在那個Menu App裡面收藏了幾家 - 不然我來找一下好了 - 好啊 給你找 - 看一下喔 - 收藏的部分 - 好 這邊 - 台中咖啡店 - 因為我們其實存了很多台北跟台中的 - 台中的話有十幾家 - 因為我想要找近一點的 - 近一點好像那個 - 細水被遵守 - 它有寫公里耶 - 有個2.5公里的 - 比較近的 - 但是它是那個 - 法式薄餅 - 薄餅我不愛 - 我覺得細水好像蠻美的 - 細水被遵守之前蠻多人推薦的 - 好像可以去一下 - 蠻多人推薦他們的布丁 - 好的 沒問題 - 那我們現在就 - 出發前往細水被遵守 - 細水被遵守 - 好的 - 我們現在就在台中的美術館園區附近 - 這邊其實真的蠻漂亮 - 我覺得有點像是台北的東區 - 感覺 - 噢 刺鋒街 - 我覺得像青田街 - 喔 對對對對 - 然後會有一些 - 很神秘的咖啡廳 - 有一些好在 - 我們現在來到細水被遵守 - 是一間非常隱密的小店 - 不知道裡面的曝光開始 - 對 - 應該可以嗎 - 大家問他們看看 - 好的 - 好的 - 好的 - 我們在轉角遇到 - 遇到休息日的 - 細水被遵守 - 對 - 我們現在 - 可能要臨時換 - 就跟我們上次去花了一樣 - 噢 他本來是沒有店休日的耶 - 一到日露一夜 - 所以他今天就是 - 老娘就是不想上班 - 然後睡衣了 - 好的 - 現在尷尬了 - 不然再用那個 - 找看看附近還有什麼 - 咖啡廳好了 - 我覺得有那個app蠻好用 - 可以幫你搜尋到附近 - 離你最近的一些咖啡廳 - 現在我們在一旁 - 就是想辦法 - 再看一次之前的收藏 - 對 - 因為畢竟我也收藏蠻多家 - 台中咖啡店 - 我覺得他真的蠻不錯 - 就是他會更新距離 - 所以我現在看得到 - 你看像他現在是水被電所 - 就還有旁邊嘛 - 那旁邊附近還有一間 - 叫巴豆咖啡 - 反正就是有人寫說 - 就除了好看以外 - 就是他有賣很多吃的 - 對 - 對 然後CP值很高 - 像是磅蛋糕是每日的甜點 - 口味會不一樣 - 對 - 然後我覺得看起來蠻漂亮的 - 所以他分享得很詳細 - 對 很詳細 - 好啊 那我們去哪一家好了 - 好啊 那 - 不遠對不對 - 應該轉個角就到了 - 走走走 - 好的 - 好的 - 我現在點了檸檬氣泡咖啡 - 還有他的黑咖啡 - 還有他的檸檬乳酪蛋糕 - 因為其實我之前就是買了那個咖啡機 - 就是很少很少往咖啡廳跑了 - 用我們家的咖啡師 我的專屬咖啡是 叉子很可愛耶 你介紹一些無關緊要的 因為它叉子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耶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這邊的甜點賣法是 它是每天好像有限量不同的手工甜點 今天有檸檬生乳酪跟 巴斯克起司蛋糕還有布丁 它是從60到120元的價錢 好 蔡組長又開始 不是比貓的微笑 感覺有加一些 吉利丁 對 它有點Jelly的感覺 對 口感略快 但它CP值真的蠻高的啦 說真的 因為這個蛋糕才90元而已 好的 這真的好喝耶 我很推檸檬咖啡 就大家如果今天真的不知道喝什麼 然後又不敢喝冰美食的話 可以一點點看這裡的檸檬咖啡 它的味道真的蠻不錯的 我們來享受一下下午茶 先下鮮 先下鮮 好 我們下一站來到的是超三代蔥油餅 這間呢聽說就是台中人都非常喜歡吃 因為它之前有開在秦美綠園當那邊 它原本是一台餐車 結果賣到現在有店面了 有沒有 非常厲害 我剛才發現原來它的招牌是總會 超多料的耶 我現在開始擔心 我們等一下又要吃飽了 它還有香腸酸菜肉鬆九層塔耶 好多喔 那我就點招牌囉 好現在很快地獲得了 超三代蔥油餅的招牌總會 剛才發現它放料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在客氣的 酸菜超爆多 酸菜超爆多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不敢吃酸菜的人 我覺得你可以跟它說不要加啦 狂灑上去 然後肉鬆也很多 而且它都是現做現炸 而且我剛發現它的蛋是 直接放荷包丹進去耶 因為通常這種荷包丹 它本來是沾上去的 對會直接沾上去 餅皮的部分如何 好好吃啊 比那個花叉的叉叉車 什麼車什麼顏色的車 真的好好吃喔 我覺得它是咬下去 整個起來是match的耶 我有點久沒有吃到 這麼好吃的蔥油餅 好吃 我是認真很推這家 然後我手上還有單一 下一站來到的是太原火車站這邊 它其實就叫做原太原火車站臭豆腐 它好像有搬過一次家 大家都說是它的那個豬鞋上是可以無限續的 對我覺得很特別耶 很多manu app上面很多人都說就是 吃了它的豆腐 然後再配兩碗豬鞋 超級剛好的飽 這邊的點餐方式就是先拿號碼牌 然後他會叫號 叫你去點餐 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等待老闆叫號 很像在掛號看醫生的感覺 嗯 好的我們現在拿到了臭豆腐一份 他們這邊提供了免費豬鞋 剛喝了如何 胡椒味很重 胡椒味很重 現在其實台中晚上涼涼 涼涼的對 喝這個蠻剛好 因為它很熱 那我們現在來吃 我只能說 外酥內嫩 裡面真的很嫩 不好意思喔 但是我覺得它泡菜味道沒那麼重 不夠酸不夠甜 然後呢它臭豆腐呢 我覺得它裡面有鎖住一些水分 所以當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不會像一般外面那種可能炸的酥酥乾乾的 然後我必須要說泡菜很脆 搭配它的那個臭豆腐有點酥 然後裡面是軟的話 就變成三種層次的口感非常好吃 這個我願意給4.9顆心耶 我們這一站來到的是 也在太原車站附近的 加加綠豆湯大點 天然秀 不知道大家看到這邊有沒有覺得 天啊到底吃夠了沒啊 然後我們今天點的是那個 它的就是招牌綠豆湯 然後跟那個花生豆花 那它們好像就是也有在賣蓮子 白河蓮子 所以 喔 喔 欸這我自己喜歡啦 馬上站起來了 它的綠豆花是屬於那種燉煮的比較硬的 但我本人就是不喜歡弄啊弄啊弄啊 對對對 所以我很喜歡 但它豆花是有那種有氣孔的 對對對 我剛剛也是想講這個 對有氣孔的那種 然後就是 吃起來就比較古早味對不對 嗯 花生也是屬於比較硬一點的那種 外面真的很少都可以吃到這樣的綠豆湯 很讚耶 我們今天推薦給大家 還有雞腿 好啦今天真的很高興來到台中就是 吃飽喔 而且我覺得啊 今天一定是大家很少見的 因為平常大家來台中一定都是去逢假 或者是一鐘 然後請美律員到周邊的一些餐廳等等 即便你是台中人應該也有不知道的地方吧 今天就真的很開心可以用Menu美食 就是這個app 然後帶領我們去到很多非常好吃的隱藏美食 沒錯 其實功能還蠻像IG的 就是你可以隨意的發布圖文在上面跟大家分享你今天吃的美食 對於今天吃的台中美食的細節的話 可以直接在Menu美食誌上面搜尋鹹菜日茶 這邊還要跟大家偷偷分享兩個Menu美食誌的小活動 第一個就是在Menu App當中搜尋關鍵字菜蛋 並在下面留言就有機會抽Light Point送給各位 還有還有 只要下載登入Menu並進入活動頁 就有一次的抽獎機會 最大獎還是iPhone 12 Pro 我們都會把資訊放在資訊欄當中 所以大家就趕快手刀下載 並且趕快去留言喔 如果真的有機會 大家一定要嘗嘗我們今天推薦給大家的美食 我現在真的飽到不行 真的飽到不行 炸掉了 歡迎在限時動態上面 Hashtag跟著現在動是動 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好啦 鮮菜日窗我們下週見囉 掰掰 快點 即可 來 拍攝